沿着台大野林大道走到校园内的各个角落 总能看到一片绿意盎然 有些植物虽然随处可见 其实背后和原住民文化有很深的连结 Badumal十支圆满团队24号在台大举办民族植物捣览活动 透过走读介绍校园内的民族植物 更让民众品尝原住民传统美食阿拜 亲身体验民族植物如何在部落中备料理及运用 与凡是跟人生活有关系的作物啊植物 那一些我就会把它统称叫做民族植物 不但让民众有机会认识民族植物 十支圆满团队所举办的活动 也成为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 主要是有一些原住民的同学们啊 或者是老师们 他们可能会发起这一些的活动 那也许这也是一个出发点 我们可以先认识这一些民族 他们背后的一些生活背景 然后再去做延伸这样子 把独帽十支圆满团队 在2021年由台大学生创立 而把独帽在太阳语中 有始事物圆满之意 他们透过在校内 种植小米 龙蛇兰 龙葵等植物 期许让民众即使在城市 也能接触民族植物 然后我们也办了蛮多的工作坊 或是像在后面这块田 是我们的供耕的植物 然后我们会在这边 邀请学校的学生 或是教职人等等 一起来跟我们参与 让更多人了解 这些植物 民族植物背后的文化遗憾 然后也了解人住民族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 故事的交换或是交流 然后去创造更多的理解 然后破除刻板印象或是偏见 使支援满团队与泵世界平台合作 建立台大校总区民族植物导览界面 以校内地图作为主画面 首绘图标呈现民族植物所在区域 使用者可以点选图标 选择导航或是介绍模式 了解台大校园内民族植物的分布位置 只要人手一击 不论是台大师生还是一般民众 都可以透过手机轻松认识各种民族植物 深入理解植物背后的文化故事 我觉得能够在大安区 就是这样的故事化的地方 认识到民族植物是非常可贵的事情 其实因为我觉得民族植物并不是 离我们非常安远 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份周围而已 未来Badumal十支圆满团队 规划以绘本的形式 将民族植物与部落故事 带入国小校园 期望将民族植物教育向下扎根 让学童从认识植物开始 了解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族群文化 记者孔德浩杜宜璇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